贾静雯补办婚礼40多岁二婚的她凭什么嫁得这么好?RT 科布赖克提娱乐新闻哥兰塔罗尔罗特。 2018年11月25日晚,44岁的贾静雯和35岁的修杰凯在巴黎岛补办了婚礼。 贾静雯一袭美丽的白纱,修杰凯身穿黑色的西装礼服,她们手握着手,许下关于婚礼的和爱情的誓言。 但看照片就很美好,贾静雯还是那么年轻漂亮,三个女儿也见证了她们的幸福。 什么是岁月静好?什么是爱情?这就是了遇到你无关年纪,遇到你无关我的过去,我爱你是从我遇到的你开始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二婚的女人很难嫁,甚至会觉得一个40岁的离婚女人,她有什么资本可以嫁给爱情。 可是贾静雯不一样,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她嫁给爱情的样子有多美好。 从2014年,40岁的她跟比她小9岁的修杰凯公不恋情,到现在,她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五口之家,拥有着自己的幸福,而贾静雯也明显越来越美了。 好的爱情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变得美好,错的爱情只会让你愁云惨淡。 还记得在2009年,贾静雯的婚姻生活陷入了一片暗淡之中,她也曾召开记者会她说自己是一个婚姻的失败者,虽入豪门但是她的执意一直的不到婆家的认同,可以说贾静雯在结婚之后一直处于被婆家看不起的状态。 再加上她前夫孙志浩出轨和一系列不轨的行为,贾静雯最终选择近身出户,她为了争夺梧桐妹的抚养权,主动选择近身出户。 那时候的贾静雯明显的衰老了,甚至比现在40多岁的样子还要衰老。 你婚姻生活过得好不好,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相貌。 2010年,贾静雯争夺梧桐妹的官司告一段落,抚养权归孙志浩,但是实际上由贾静雯抚养。 贾静雯是一个好妈妈,为了梧桐妹她真的牺牲了好多,甚至有很长时间她的工作都是以照顾孩子为主。 是,贾静雯的婚姻曾经很失败,她在离婚的时候已经36岁,对于一个演员来说,36岁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。 他为了离婚也近身出户,可以说,因为这段不幸的婚姻,贾静雯等于失去了一切。 可是又能如何呢?难不成你要一直沉浸在过去的不幸之中? 贾静雯没有,他不肯认输,他让自己努力地站起来,逆风而上,他想让自己的生活明媚和精彩一些。 谁说离了婚的女人,生活会一片惨淡,谁说离了婚的36岁的女人就不会很漂亮,谁说离了婚的二婚女人就不会再遇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 贾静雯的人生,从他遇到修杰凯开始,遇到了对的人,他的人生就有了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 离婚之后的贾静雯并没有让自己沉沦,而是努力地工作和健身。 而他就是在健身的路上遇到了小自己9岁的修杰凯。 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女人对待爱情会更谨慎,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也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。 贾静雯是通过自己的弟弟认识修杰凯的。 小9岁又如何?离过婚跟前夫有孩子又能如何?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在乎那么多。 修杰凯是怎么说的?在《康熙来了》的节目上,谈到贾静雯的女儿梧桐妹的时候,修杰凯很认真的说,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障碍,这是他人生的一部分。 如果一个人说他很爱很爱你,可是他连你的过去都不接受,这样的人一定不是真的爱你,也最不可靠。 一个爱你的人不会在乎你的过去,他会选择接受你的过去,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,我们要对别人的过去予以尊重。 贾静雯和修杰凯这对姐弟恋,在刚开始是不被看好的。 管外界怎么看?反正我们自己用心对待自己的爱情就好。 2014年贾静雯宣布和修杰凯相恋,2015年贾静雯在微博上宣布自己已经怀有身孕,在生下二女儿之后,贾静雯又在2016年怀孕并育2017年生下他和修杰凯的第二个女儿。 一家五口,三个女儿,贾静雯在二婚的时候遇到了爱情,更是找到了一个好男人,自己的人生也越过越精彩了。 遇到对的人,你的人生从此会不一样,每次看贾静雯和修杰凯的微博都围绕着孩子,他们夫妻俩在用心的好好对待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。 或许你会说,因为贾静雯是明星,再加上长得漂亮,所以她能够很快的涅槃众生。 我想说,如果你见过2009年的贾静雯,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她跟一个失败的离婚女人没什么区别。 她也曾失落,也曾感慨自己的婚姻失败,感慨自己约人不输。 可是她选择了要重新开始,而不是一直在一段不被认同的婚姻里沉沦。 为了从不幸的婚姻中爬出来,贾静雯可以做到净身出户。 既然婆家不认同我,看不起我,既然丈夫也是一个渣男,婚姻不幸不可怕,怕的是我也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希望。 贾静雯没有,她很坚强,她让自己努力从过去的阴影中爬出来。 她努力地提升自己,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,并且在遇到爱情时不惧,40岁的时候也宁愿跟一个比自己小9岁从未有过婚时的修姐凯结婚。 谁说二婚的女人不能娶,二婚的女人会更珍惜自己的婚姻,二婚的女人会知道幸福来得有多么不容易。 在遇到修姐凯之后,40多岁的贾静雯又接连两次怀孕给修姐凯生了两个女儿。 因为修姐凯值得这么好的修姐凯值得贾静雯对她的好。 这就是一个家,也是爱情,两个人一心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。 离过婚怎么了,40多岁又如何?只要你足够优秀,就能遇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。 离了婚的女人,人到中年应该怎么样选择自己的人生? 你当不放弃自我,你当认真而努力的生活,你更当以好的心态调试自身,你更要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,唯有如此,你才可以拥抱更好的自己。 离了婚的女人,出路在何方?你靠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,当你积极向上,也会遇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。 要以好的心态调试自身,好好的活。 二婚的女人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,因为你足够优秀,也配得上何值得。 今日话题,你觉得二婚的女人还会拥有幸福吗?欢迎留言,Dyson Das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这个世界温暖的感情识 追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esired